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民进党立委初选最快在4月17号要进行民调 台中市第六选区一共是有三位参加党内的初选 从市场扫街到站路口来拜票 是积极要来争取选民认同 而绿营五位现任立委更是在4月9号一起献身 表达团结力挺黄首达 让整个选情再加温 团结挺首达 团结挺首达 国会集站立 五位台中市民进党现任立委一字排开 中间站着第六选区立委初选参选人黄首达 由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领军 一致肯定黄首达是立委黄国书的接棒人选 而黄首达也说这次不仅是邀请 现任委员们相挺 也是他向民进党立委致敬的仪式 这一次2024年的立委选举 我已经准备好了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争取 跟大家一起打拼一起共事的可能 所以这一次参选中西东南区的立委 我就是希望能够跟这几位优秀的立法委员们 一起并肩作战 黄首达强调投入年底立委选举自己准备好了 现场连亲政国会的庄敬成也都到场 引人侧目而代表政国会参选的江兆国一早站在东区车流平凡的建成路口 向选民挥手90度鞠躬 选民是我最大的靠山 我一定要持续的走访基层拜访选民争取支持 就像我登记之后 我大概就是每天在站路口 拜访市场 走公园 沿街沿户的家户的拜访 这是我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要接触越多的选民 不但是了解他们的需求 也能够争取他们对我最大的认识与肯定 江兆国强调目前没有安排大咖站台 因为选民是他最大的靠山 距离初选民调最快剩一周的时间 每天轻泡16到18个小时 将八成的时间花在东南区 要让选民更认识自己 而另一位参选人何坤林 一早来到西区向上路 刻意选在黄首达看板下方 挑战一位农后 我不是从一毕业就在政治界 而是在从企业界从基层开始做起 所以我对于劳工的部分 或者是中小企业的一些困境 我都非常的了解 我更了解民生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我过去的从事工作 或者是从事商业的经历来服务人群 何坤林强调自己要以企业实务经验 为台中争取更多建设 并喊出明代多一席 建设更有力的口号 中六选区党内初选三抢一 谁能获得最多选民支持 四月中下旬初选民调见证章 时依然支持这个 Conseil 协议就签河 全部停不澄